刚开始做实验的时候 就是我的女儿的健康 胃酸导流得到改善 然后直到今天 我不再有金钱的这个议题了 就是很顺利的每一个月该还的还了 该收的就会自己来 其实我是8月8号才来 护友读书会 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 刚开始做实验的时候 就是我的女儿的健康 胃酸导流得到改善 然后当下就是 我还讲的是 我有一笔钱给我做选择了 然后直到今天 我不再有金钱的这个议题了 就是很顺利的每一个月该还的还了 该收的就会自己来 很感恩我也 不懂是做了什么 总之是乖乖来读书会就对 然后经过这段时间 真的看到很多时候是因为我 懂很多 我把自己创造到很复杂了 所以做了一些不该我做的事情 然后常常听到 余印长或是导师也在讲 做得刚刚好 真的是比一切都重要 然后很多人都讲买房子很开心 我还在那边笑 我要卖房子 给我卖到我就会开心 我真的现在很开心 因为我真的卖到了 也很快 很多东西就是真的是天地的厚爱 不费力 很轻易的 然后这个物质卖了 就是在11月9号 我上广告 然后11月29号就卖成了 然后应该是明天会到账 拿全款 马币大概是7位数以上 我觉得每次的网络供修也好 就是余印长的出席 我觉得每一句他们讲的话 对我来讲 给我长智慧 给婉林有很大的帮助 好像老师讲的要乖乖 我每天有一些杂念 就想要走捷径的时候 我就跟自己讲乖一点 因为我有很多方式方法 可以让自己更快 其实那些都是让我会白做工 昨天跟余印长谈过后之后 就是千金拨四两拨千金 这个又让我种下新的种子了 其实生活是真的很可以很轻易 不费力的 让生活越来越顺畅 不要用过往的方式方法来搞自己 让自己简单的富有就好 我基本上每一天 我现在的生意是自己来的 钱也自己进账的 最大的是别人没有生意做 他们的集穿坏 会轮到我的公司叫我帮他加工 我觉得是很奇妙的事情 然后很大的收获就是我老公 找一段时间因为经济上的压力 导致他有很多负能量 然后这次我卖了屋子 其实我没有分他花 他也快乐 我觉得是很多很多的那种念不一样了 人是可以很简单 富有 就是也可以很简单 幸福快乐 感恩